我们讲过太多王天一迎棋的精彩对局 从今天开始我准备讲一个王天一 2011年书棋的系列 让我们来看一下2011年王天一下棋有多菜 而到了2012年一飞冲天成为全国冠军 我觉得只有这样他能衬托出他的天赋之高 以前我认为将棋界天赋最好的是胡隆华跟许云川 两个人年纪轻轻斩露头脚 一个是15岁拿的全国冠军 一个18岁拿的全国冠军 而王天一人家20岁之前还成绩平平 少加努力 然后就一飞冲天一发不可收拾 而且以前有人问过蒋川许云川还有郑伟彤 你们一天练几个小时 基本上至少都是8个小时10个小时 而王天一说我都没打算当职业棋手 就这下着下着成全国冠军了 然后走上了这个职业的道路 而且我一天摆棋只需要摆两三个小时 这可见他们之间的天赋实在是差异太大了 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说就跟人家说的 穷人你不能理解有钱人的世界 人家天赋高你们这些平常人理解不了 我们来看这把对局 王天一红旗 现任指路 黑旗是谁呢 庄特大 庄玉庭 那庄玉庭 我们看那个时候的水平怎么样 在大盛里面排多少名 我们就不说了 他没有走足底炮 他选择来一手飞大象 红旗上马 黑旗呢挺足 红旗这时候还价中炮 黑旗呢上马 红的上马 黑旗选择一手高炮 那很明显的不让你出局 你出局 人家就上马打你 那他就跳这个马 以后有冲兵的这个手段 那黑旗呢 平炮抵住他 红旗不能出直局 他就高一个横距 黑旗呢 也高一个横距 红旗 横距站内 见着你小马的出路 那黑旗呢 再上这个马 红旗平炮 以后啊 司机还是有这种手段 黑旗呢 就先量距 你冲 以后他就过来 给你对着干 红旗在这里选择了一手 剑高 黑旗呢 选择了一手上外 红旗看机会来了 抓一下炮 这样呢 你这个养护不住这个马 以后准备冲兵 黑旗呢 平局保住 那红旗就来了 冲兵 阁下怎么办 吃着你的炮 炮躲了 冲下去 吃你的小马 你要是冲上来 人家给你马打了 这拦着呢 你炮打不住 那黑旗呢 在这里选择了一手 先直试 试一下锯 那红旗一退 跟他捉住炮了 炮一走呢 这又冲下去受不了 在这里黑旗选择了 果断气质 冲掉 那他没有不吃的道理 打掉 黑旗呢 也给他打掉 现在瞄这里的底下呢 那黄天一呢 也没怂 让他吃掉 黑旗呢 把相一打 来一将 红旗直视 他并没有着急下敌局 来死亡翻滚 而是啊 先充足 试一下你的马 试探一下你的硬仗 黑旗呢 红旗呢 也并没有委屈的 回马 来防守 选择呀 跳进去 那黑旗 选择退炮 打一下马 再次试探 红旗的硬招 红旗二话不说 炮级中足 鞋帽子给你扣上 黑旗这时候 再来一将 你要是电局 还是浸泡将 给你来死亡翻滚 选择来一手下试 黑旗浸泡又一将 那你万万不敢上来呀 只能是再知个试 黑旗呢 在这里打了两将 那这个小兵 他也不可能来打了 跟人家交换 高居来捉一下炮 他把炮一退 黑旗呢 再来一将 红旗呢 补个试 这时候啊 黑旗选择 把族送掉 这个威胁住你的炮呢 那他肯定是要吃啊 吃完之后 黑旗平均 抵一下马 抢个先手 黑旗呢 把马跳进去 要铺你的槽 我也将你出来 再套炮一将 以后炮一缩回来 那很厉害呀 那黑旗呢 他在这里就来死亡翻滚了 打一将 只能电视 然后啊 选择把室打掉 那你现在 在将 就帮忙了 那个水 在这里呢 他就选择吃掉 缺室怕双居 那现在 底库让他扒干净了 正常来说黑旗肯定要保留住鞠 但是在这里呢 他并没有 他就选择了给你把鞠对掉 那他也只有吃掉 然后呢 他杀马一将 那红旗呢 选择了一手对鞠 那这个时候 这个鞠是万万不能再对了 对完之后就光剩个小马呢 咋赢呢 但是你鞠闪开 人家还有绝情铁门栓呢 所以说呢 他只有摆到中间 红旗呢 把炮走开 黑旗呢 马踩进来 虽然说红旗多个子 但是呢 这个九宫的这个护卫啊 让人家吃光了 这个老大基本上相当于在裸奔 而黑旗呢 这个小马踩进来 以后把这兵吃一吃 多足 然后呢慢慢来给你玩 他高居 守住河口 他就平过来 准备一将啊 再把你这个相给你剥了 那就剩一个孤相了 他选择了一手 灰马 你一将 他就垫个泡 那黑旗呢 那黑旗呢 进马 再将你上来 我还是要吃你的相 还要踩你的兵 那他选择了一手 竞帅 黑旗呢 就把这个中兵一踩 红旗呢 选择了一手 退居 拌住 黑旗 小马一回 以后呢 他要挂一将 他赶快补个相 黑旗呢 挂脚一将 红旗 粗帅 黑旗呢 各种吃相 这一旦让人家把这个相吃了 就相当于八角马锁住老将了 那还得了吗 所以说他无奈 只能啊 退居 黑旗啊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回马 踩一下居 以后把这个 想办法把这个兵滚过来 他没有 他选择了呀 进居兵线 就准备把你兵扫了 到时候 豆腐兵给你吃光 我剁你三个族 你虽然说剁一个子 但是呢 你老将啊 一丝不挂 那你也是顶不住人家 巨族的这个攻击啊 他回个小马 那他就吃兵 按照园定计划 准备把兵都给他扫一扫 黑旗 红旗上马 那黑旗肯定是摁住他 不让他乱跳 你要是往这跳 那这他还有回马 这个采居的这种手段 所以他上不去 上不去呢 他就选择了 定居 你现在不敢吃马呀 底下是个闷杀 那黑旗很潇洒 扬个事 七个事给你解杀 现在吃着你马呢 问你怎么办 他选过来 选择一手对桌 那黑旗呢 回马 红旗呢 再把小马呀 退回来 那他顺手牵羊 再吃一兵 就跟我们刚才分析的一样 红旗现在多一个子 但是呢 黑旗多三个族 而你这个老帅呢 基本上在裸奔 人家那么呢 零件一个没少 事项齐全 不怕你 红旗呢 退居捉马 黑旗呢 先打一将 红旗 红旗就进来 红旗呢 在这里选择了一手 拼住 保住小马 还要吃他的象 这个一个象 这一个防卫兵 说啥是不能再丢了 保住 那黑旗 进马 还要吃 红旗 只能忍若负重 退回来 保住 红旗 终于 小族过河 再添一路 大军 红旗赶快上马 黑旗呢 往里面靠足 你要是吃掉 人家杀一僵 还吃掉你那个马 你不吃 马上下来 攻击你的鞠 他无奈 选择来一手空炮 准备下一手上马 踩着鞠 打住足 那 黑旗呢 往下一冲 红旗只有 先把鞠 躲开 黑旗呢 先退回来 守住这条 独林线 生命线 红旗上马 你这个马上来 你也跳不进去 黑旗呢 往不往手 先补一手 是 红旗 下炮 打足 黑旗 回马 准备下一招啊 又冲下来 威胁你的鞠 威胁你的像 他选择来一手高鞠 那黑旗呢 小旗冲下来了 下一招 这个弄相一僵 你敢一吃 回马再一僵 小鞠都要凉凉的 平过来 捉一下 哎 黑旗呢 先回马 你敢吃足 人家踩你的马 你踩马 人家这么就来一僵 这个 红旗呢 选择一手竞马 准备啊 以后 吐槽 那黑旗呢 肯定是 来一僵 只能是啊 往这边来 这好歹还有一个兄弟 在这养护着 黑旗呢 往下冲 你要是下来 那人家的 一甩鞠 那就拜拜了 只能啊 上三楼 那黑旗呢 进马又一僵 这个 万万不敢进来呀 只有平炮抵住 那你也打不动 人家的鞠 黑旗呢 在这里也是 很简明 继续跟他交换 把马一吃 他一吃 那这个旗呢 就形成了巨族 对巨炮 你多一个大子 但是呢 这个已经是彻底在裸奔 一丝不挂了 你这单巨寡炮 瞎胡闹 人家这个族还定住了花心 虽然说你跑到楼上了 已经是非常危险了 黑旗呢 进居 盯住这个炮 不让他巨炮乱动 以后呢 就准备拱边族拱边族 你这个呀 只能是坐以待毙 红旗进居 瞄住族 那黑旗要想读 拱边族 就慢慢来了 找一手炮 那这时候啊 黑旗选择了将军 其实呢 这个旗啊 他应该将 将 拉住之后啊 把相依住之后 拉住他就不动了 啥不走 就拱边族就行了 他是选择一将 那他只能是 垫上 然后呢 再退炮 退居 退居叫杀 他又选择了一手 高炮 推骑呢 这时候啊 选择大一将 进来 然后啊 选择了平族 其实这个旗啊 还是应该一将 让他走开 以后把相依落 又拉着你巨炮 你动不了 我就只管拱足 这个旗啊 应该这样走 然后把相依落 不让他打将抽居 然后你说你走啥吧 这动不了 这动不了 你 继续走 把炮一斩 我这巨族 这就 稳稳地 将你拿下 他是把族 走开 那他就过来 继续捉 推骑呢 来一将 他进来 这时候啊 看到了 再来一将 出来 然后呢 把相依飞 那你说你走啥吧 我就说了 即便是让你 把这个族吃了 人家就拉住你不动 这一个族 拱过来 你抽姜 还抽不着 你即便是 一会儿把这个 过高族吃了 人家把你炮 吃了之后 还有一个族 兄弟呢 必胜你这个 三居光老将 所以说呢 走到这 王天一呀 也只好头子认腹了 好吗